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接获工作人员确诊病例 由于他们大部分在急诊部门工作 因此美理医院管理层决定更换该部门全体员工 并由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来顶替 除此之外 所有和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急诊部工作人员 目前正在隔离14天 并进行了第二天和第十天的检测 一旦获得报告结果后 阴性结果的员工将照常在今天开始工作 另外 由于冠病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医院方面也已经不胜负荷 加拿一室内体育馆目前已经被转为 冠病第一级轻症患者的隔离中心 第九马来西亚步兵率在本月22号 前往加拿一的室内体育馆 搭建隔离设施和床架 另外 在军车的运送下 所需要的设备也已经运抵体育馆 并由军人协助进行装配 来自私人界的德格斯克苏玛 私人有限公司 捐赠了30张双层床架 而定式山庄也捐赠了60张床垫 枕套 床单 还有枕头 军人除了保护国家主权 不受外部因素的侵害 也随时准备协助公共机构 为受到冠病疫情影响的社区提供援助 再来关注马拉端区州议员 南都陈冠勋 在雅明丹尔区的几座常屋 谢绝访客的到访 以控制冠病疫情传播的做法 陈冠勋对常屋居民 装上禁止进入告示牌的做法 表示欢迎 因为这么做既可以良好照顾大家的安全 也可以提醒各照小心 常务居民的合作在阻断疫情上非常重要 希望常务居民的这份努力可持续下去 他也呼吁居民适应新常态生活 并遵守标准罪程序 因为这么做可以让一切恢复如常 而且居民也能继续日常的生活 欢迎回来 明都鲁区国会议员拿都司理张庆幸 提醒在双西邦南范围外的大企业不要投机 把员工送到邦南站进行免费的官兵检测 张庆幸说 这么做会妨碍到真正需要进行检测的居民 而且也会加剧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 让他们没有办法在预定的时段内完成他们的工作 为此他强调各造必须和政府当局 特别是卫生部合作以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他也对双西邦南居民所给予的配合 表示由衷的感激 无论如何 他希望民众能耐心等候检测结果 并遵守标准罪程序 他也促请各大企业 务必履行社会责任 自行承担检测费用 并严格监控员工们的行踪 避免他们到处溜搭 以导致社区感染的隐忧 再来我们看到 又有四名本地男子和十名来自印尼的非法入境者 在西连一带被警方逮捕 警方是透过城墙行动中 在两个不同的地点逮捕了这批人马 根据杀警察普通行动组总指挥官 曼查高级助理总监 该行动组第11营的警方收到情报后 马上出发前往西连斯里阿曼路的沙东桥下 充公并逮捕了一辆疑似承载非法入境者的汽车 在现场搜查的过程中 警方逮捕了一名本地男子和五名印尼基男子 经过旁问后发现 这些外籍人士都没有合法的工作准证 同时也已经在马来西亚预期逗留 至于第二项的逮捕行动 则由另一组的警队执行 他们从西连的干巴德巴干跟踪一辆车 一直到近连路的一个蔡市集 之后警方将车内的三名本地男子 和五名印尼基男子扣补 发现所有的印尼基男子 都没有合法的入境准证 警方随后充公两辆用来运载 非法外劳的车子 还有五台不同牌子的手机 以及5780令吉的现金 总值约60880令吉 重新启动第二轮的行动管制令 政府必须对一些经济领域 采取更放宽的态度 其实有它一定的困难 但是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就说 为了人民的健康 以及避免经济停滞不前 政府有必要这么做 也是伯乐区国会议员的 伊斯迈·沙比利表示 在没有罔顾人民健康的前提下 政府已经把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纳入这次行动管制令2.0的考量内 他表示 政府不希望人民死于冠病 但是政府也不要他们愁遇没放开 他表示明白 有些人认为这次的行动管制令太过松懈 但是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如果行动管制令不断地落实下去 甚至以年来计算的话 国家真的会面临破产 之前第一次的行动管制令 国家每天平均损失了24亿令吉 政府必须更专注于领取日行的人民 好让他们能够承担生活费 因此这次的行动管制令2.0 政府允许大部分的经济领域继续营运 伊斯迈·沙比利解释 虽然政府也为人民提供许多不同的援助 但是考虑到长期的影响 政府不能够永久提供援助 另外 政府也只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次性3000令吉的援助 如果让经济领域开放 让小型企业 比如是路边摊位的商家 也能够拥有赚钱的机会 他也强调 政府允许工厂继续开放营业 也不是为了讨好大老板的心 而是考虑到 这些经济连都有关系到普通员工的饭碗 新闻来到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继续留守六点钟的热报 我是舒恩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